中国人权研究会今天发布美国在中东等地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研究报告 隶属美国在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犯下的一系列严重违背国际法的罪行 包括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任意拘押、滥用酷刑、虐求和滥尸单边制裁等等 构成对人权的系统性侵犯、危害持久而深远 报告指出美国发动战争屠杀平民损害生命权和生存权 美国自建国以来没有参加过战争的时间不足20年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战争帝国 据美国史密森学会杂志统计 2001年以来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和开展的军事行动 足足覆盖了这个星球上约40%的国家 美国不仅纠结盟友发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 还深度参与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 制造了世所罕见的人道主义灾难 美国布朗大学战争代价项目研究指出 有超过17.4万人直接死于阿富汗战争 其中4.7万多是平民 根据全球统计数据库的资料 2003年至2021年 约有20.9万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之中 约有920万伊拉克民众沦为难民或被迫离开故土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 美国的军事介入已造成叙利亚至少35万人失去生命 1200多万人流离失所 1400万平民急需人道主义援助 1500万平民随备